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艺 走运之前,必有征兆 一个人好运来临之前 会有以下三重预兆 在人生的长河中 许多人面对逆境时 常不由自主地陷入自怜的漩涡 哀叹时运不济,命运多舛 然而,深究之下 运这一玄妙之物 实则是对人生际遇的一种抽象概括 它的到来与离去 如同云卷云疏,难以捉摸 我们周遭不乏这样一群人 他们似乎总与坎坷为伴 面容上常挂着不易察觉的忧愁 但突然间,这些身影焕然一新 名牌加身,居于华宅 驾着豪车 仿佛一夜之间逆转了命运 其实,很多时候 内心的烦恼不过是自我设限的枷锁 老一辈人常言 好运降临前 时间总有微妙的变化作为预兆 这并非无稽之谈 而是对人生机遇微妙感知的智慧结晶 当生活中悄然出现这些异样的迹象时 或许正是命运之轮开始转动的信号 你察觉到了吗? 其一,是那份对变化敏锐的洞察力与适应力 古语有云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亦在强调 世事无常 人生轨迹亦是如此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 唯有那些能够灵活应对 随势而动的智者 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他们如同藏于窍中的利剑 静待时机 一旦风起云涌 便能精准出击 展现非凡 历史的长河中 不乏因缺乏变通 而招致失败的教训 以战国时期的赵阔为例 他虽自幼禁营兵法 论变之术 甚至超越其父赵舍 却因实战中拘泥于书本之事 不知变通 最终落入秦江白起的陷阱 导致四十万大军覆灭 赵国一蹶不振 反观白起 他正是凭借高超的应变策略 成功调虎离山 战胜了老谋深算的连坡 成就了军事史上的辉煌篇章 这一历史境界 深刻揭示了随机应变 对于把握人生机遇的重要性 再者 高度的自律 亦是通往好运不可或缺的钥匙 自律 这一品质如同人生的灯塔 指引着我们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中 稳健前行 它不仅能够塑造我们坚韧不拔的意志 更能在无形中拓宽我们的视野 提升我们的能力 使我们在机遇来临时 能够牢牢把握 实现人生的飞跃 而那些缺乏自律的人 则往往因自我放纵 而错失良机 最终只能在遗憾中感叹命运的不公 综上所述 无论是敏锐的洞察力与适应力 还是高度的自律精神 都是人生好运降临前的预兆 它们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 引领着我们穿越人生的迷雾 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因此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不断磨砺自己 培养这些宝贵的品质 相信好运终将眷顾 那些有准备的人 在追求卓越与成功的征途上 自律往往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一位深安心理之道的专家曾言 当个体自我约束的能力尚显不足时 外界的规范与自然的法则 便成为不可或缺的引导力量 在美国某知名学府的日语课堂上 一位年于古稀的老玉悄然出现 起初并未引起过多注意 毕竟在这片崇尚自由与个性的土地上 每个人都是自己梦想的舵手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位名教朱木兰的老太太 以她非凡的毅力与坚持 悄然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朱老太太每日清晨 变踏着晨光步入教室 成为最早抵达的一员 她细致入微地温习着每一个知识点 紧跟老师的步伐 笔记工整 一丝不苟 临近考试 她更是全身心投入复习 那份专注与执着 让年轻学子们自愧不如 某日 授课的老教授在课堂上 语重心长地提到 父母唯有以身作则 言于律己 方能成为子女成长的 坚实后盾与光辉榜样 她随即指向朱木兰 提议学生们向她请教育儿之道 果不其然 这位看似平凡的老太太 竟是首位华裔美国女部长 赵小兰的母亲 朱木兰女士已行动权势了 作为母亲 赠予子女最宝贵的财富 莫过于那历经岁月魔力 而愈发坚韧的品格 回望历史长河 美国首任总统乔治 华盛顿以他卓越的人格魅力 与非凡的自控力 在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即便是在风雨飘摇的紧要关头 他依然能够保持冷静与克制 这背后是无数次自我修炼与魔力的结晶 华盛顿的传记作者曾这样评价他 他是一位情感炽热之人 但能在激情的洪流中迅速找到理性的锚点 这份能力 无疑是长期自律与自我管理的成果 这份罕见的力量 正是通往成功之路上不可或缺的钥匙 诚然 无论是生活的琐碎还是事业的征途 自律都是通往巅峰的必经之路 它不仅赋予我们驾驭当下的力量 更为我们铺设了通往未来的坚实基石 一个自律的人 其人生轨迹往往伴随着好运与成功的光环 面对失败 真正的强者从不轻言放弃 更不会沉溺于无休止的抱怨之中 正如马云先生所言 抱怨之中往往隐藏着转机 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在逆境中保持清醒 将每一次挫败视为成长的契机 因此 让我们铭记 自律不仅是成功的基石 更是心灵的灯塔 指引我们在人生的风浪中稳健前行 面对挑战与失败 保持一颗坚韧不拔的心 用自律的笔触 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在生活的广阔画卷中 每一处细微的抱怨 都是对现状不满的信号 预示着有待解决的挑战与机遇并存 当你勇于直面这些抱怨背后的问题 并成功找到解决方案之时 胜利的曙光便悄然降临 机遇 这位狡黠的旅者 总爱藏匿于人们的牢骚与不满之中 等待着那些不轻易言败 心怀希望的探索者 因此 面对失败 我们不应沉溺于自怨自意 更不应让信心之舟在风浪中轻浮 因为这正是命运精心布置的转折点 一次重塑自我 迈向辉煌的契机 人生旅途 只要不轻言放弃 便无真正意义上的失败 持之以恒 终将迎来命运的转机 信心 这股无形的力量 不仅是通往成功的钥匙 更是预示人生好运将至的明灯 拥有这份心态的人 值得最深的祝福 因为乐观的心境如同剁手 引领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 塑造着积极的人生态度 与辉煌的职业生涯 以乐观之言审视世界 人生路上的坎坷与波折 皆能化作成长的阶梯 让我们在逆境中 静待转机的到来 正如智者所云 生活之海虽有波涛汹涌 却不会永远笼罩在阴霾之下 乐观者心中自有阳光 他们深知 正如日出日落 自然界的规律昭示着黑暗之后 必将迎来光明 心情 这一心灵的指南针 对个人的成长与成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那些成就非凡之人 无不以积极地思考未舵 以乐观的精神为番 驾驭着人生的航船 在平凡中提炼智慧 在挫折中汲取力量 他们视困难为魔力 将失败视为通往成功的另一条路径 坚信每一次跌倒都是向前的准备 转变思维方式 是通往内心平静 与外在成功的关键 正如那位智者 为忧郁母亲点亮的明灯 提醒我们换个角度看待问题 便能发现生活的另一番风景 人的思维如同双刃剑 既能束缚自我 亦能引领前行 很多时候 我们自以为是的正确 在思维的转换中 或许只是偏见 而曾被视为谬误的 也可能蕴含着真理的光芒 因此 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 让我们学会 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拥抱 将每一次挑战 视为成长的契机 将每一次失败 转化为宝贵的经验 如此 我们不仅能战胜自我 更能在不断前行的道路上 逐步接近成功与幸福的彼岸 记住 心态决定命运 乐观铸就辉煌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学会了 不再轻易让外界的俘获 拨动内心的宁静 因为当思维的透镜 调转方向 我们恍然大悟 俘获相依 相互转化 它们不过是心灵 镜像中的虚幻光影 既无法削减我们分毫 亦无法左右视态的走向 服饰的华丽或朴素 力量的累积或释放 皆源自内心的一念之间 它们作为情绪的载体 实则无力触及现实的根基 世间万物 强者与弱者之分 不过是相对而言 强者亦有软肋 弱者亦藏锋芒 正如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强弱之事 在特定情境下 往往能发生戏剧性的逆转 在某些命运的转折点 强者或许显得最为脆弱 而弱者却能展现出 惊人的坚韧与力量 天下万物 虽非我所有 却皆可为我所用 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便能在自我认知的局限中 寻得超越 因为每个人都在某一方面 独一无二 无人能及 是想清晨上班途中 偶遇熟人无端则难 若任由情绪泛滥 一日乃至一夜 都将笼罩在阴霾之下 然而 那位熟人 或许早已将此事抛诸脑后 享受生活的宁静 此时 思维的转变尤为关键 真正让我们辗转难眠的 并非外界的挑衅 而是内心对事件的执着与放大 一旦洞悉此理 心结自解 愤怒与不平 也将烟消云散 世间因果 错综复杂 既是因也是果 相互交织 有人迷信于外力的庇佑 如求神拜佛 却忽略了好运的真正源泉 在于自我 忧郁与愁苦 无法驱散阴霾 唯有内心的阳光 与积极的行动 方能照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人际关系的和谐 亦非祈求可得 唯有真诚相待 广结善缘 方能在需要时获得援手 好运的预兆 实则源自内心的觉醒 与不懈的努力 当我们以积极的态度拥抱生活 好运自然不请自来 与其被动等待幸运的降临 不如主动出击 以汗水浇灌希望之花 正如考试满分的荣耀 并非偶然所得 而是日复一日坚持不懈 勇于挑战自我的结果 因此 我们应当摒弃消极等待的心态 转而投身于生活的洪流之中 用实际行动去创造 属于自己的好运 记住 每一次努力 都是向美好未来迈进的坚实步伐 我们应当致力于 塑造并引导好运的轨迹 将那些看似飘忽不定的幸运机遇 转化为可预见 且可把握的积极趋势 这意味着 我们不仅要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 更要主动出击 通过智慧与努力 在生活的各个领域 播种下幸运的种子 细心培育 直至它们绽放出 预示成功与幸福的预兆之化 如此 原本难以捉摸的好运 便能在我们的精心策划下 展现出其可预测 与可塑造的一面 成为推动我们向前发展的强大助力 在风水学与传统民俗的交织中 常流传着终有三不挂 才过难留痕之说 一指即便勤勉 一难逃家境困顿之余 尤其强调 子孙后代的财运 似乎有所阻隔 作为时间流转的具象化表达 挂中在家庭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但谷语有云 其悬挂之处须甚至又甚 以免招致不力 接下来 我们将深入探讨 那三处传统上被视为不宜挂中的方位 厨房 卧室与门口 并尝试以科学的视角 剖析这些观念背后的逻辑 首先 厨房作为家庭生活的核心区域 其忙碌与喧嚣 不言而喻 传统观念认为 在此挂中会扰乱烹饪的和谐氛围 甚至引发家庭纷争 然而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厨房内的噪音源众多 如锅碗瓢盆的碰撞 油烟机的轰鸣等 挂中的滴答声相比之下 显得微不足道 因此 是否导致家庭不和 更多取决于家庭成员间的沟通与理解 而非单一物品的摆放 接着 卧室作为休憩之所 理应追求宁静与舒适 传统上 人们担心卧室内的挂中 会干扰睡眠质量 实则这一担忧 可能源于对声音敏感度的个体差异 科学研究表明 适度的声音环境对某些人而言有助于入眠 而对另一些人则可能造成干扰 因此 是否适合在卧室挂中 应依据居住者的个人习惯与偏好来决定 最后 门口作为家庭内外交流的门户 挂中常被视作提醒时间 促进准时归家的象征 然而 传统观念却认为 此举可能促使家人频繁外出 不利于家庭团聚 这一说法虽富有寓意 但实则忽略了家庭成员间情感联系的重要性 家庭的凝聚力并非由单一物品所能决定 而是建立在相互理解 尊重与支持的基础之上 综上所述 关于挂中位置的种种传统观念 虽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意涵与民俗智慧 但在现代科学的审视下 其合理性有待商榷 我们应当以开放的心态 结合个人实际情况与科学原理 理性选择挂中的摆放位置 让这一古老物件在现代家庭中 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与价值 接下来 我们聚焦于卧室这一私密空间 卧室 作为人们休憩与放松的避风港 其氛围的营造至关重要 我们自然期望在此寻得一份宁静与平和 至于卧室内是否适宜悬挂时钟 这一问题的答案实则因人而异 需结合个人情况具体分析 部分人群对声音极为敏感 即便是细微的滴答声 也可能成为他们深入睡眠的障碍 对于他们而言 卧室中悬挂时钟或许并非明智之举 相反 对于那些将时钟的韵律视为助眠乐章的人来说 只要声响不显得突兀或过于扰人 时钟便成为了他们安心入梦的凉拌 因此 是否在卧室安置时钟 归根结底是个人偏好与生活习惯的体现 在谈及门口挂中的习俗 有观点认为此举可能促使家人频繁卖出 然而 这一说法缺乏科学依据的支撑 时钟 本质上仅是一个时间指示的工具 它本身并不具备左右人们行为的能力 家庭成员的出行频率 更多的是受到各自工作 学习及生活习惯的影响 而非门口是否悬挂时钟所能决定 我们应当将关注点放在 如何在繁忙生活中平衡工作与家庭 而非将责任归咎于一个无辜的时间记录者 这些围绕挂中的迷信观念 实则深植于我们对时间的敬畏 与个人情感的寄托之中 时钟 作为时间的具象化符号 不仅维系着家庭的日常秩序 更承载着我们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 因此 人们往往会精心挑选时钟的摆放位置 希望以此带来好运与激励 这些传统习俗 虽带有些许迷信色彩 却也无形中加深了家庭成员间的情感纽带 为生活平添了几分趣味与温情 然而 在享受这份传统带来的温馨之余 我们亦应保持理性与科学的态度 不被迷信所束缚 选择时钟的摆放位置时 应基于个人需求与喜好 而非盲目遵循传统或迷信 毕竟 家庭的幸福与和谐 源自于每个成员的共同努力 与相互理解 而非单纯依赖于某个物品的摆放位置 让我们将时钟视为时间的忠实伴侣 时刻提醒我们珍惜当下 享受生活的每一刻 家中的卧室 作为休憩与心灵栖息的圣地 其装饰布局应尤为注重 营造宁静与放松的氛围 因此 卧室中悬挂时钟被视为一大忌讳 原因在于时钟的滴答声 及其所象征的时间紧迫感 亦不经意间侵扰我们的内心世界 尤其是在夜深人静 试图沉入梦乡之际 每一秒的流逝 都可能成为干扰睡眠的隐形枷锁 为了确保卧室成为真正的心灵避风港 我们应避免在此空间内 设置任何可能引发焦虑或时间压力的元素 让身心得以彻底释放 悠然步入梦乡 同样 餐厅作为家庭温馨相聚 共享美食的场所 其氛围的营造亦不容忽视 若餐厅内悬挂时钟 其持续的滴答声 可能会逐渐侵蚀聚餐的愉悦与亲密感 使原本应轻松自在的用餐时光 变得匆忙而紧张 理想的餐厅环境 应是充满温馨与欢笑 让家人朋友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也能尽情交流情感 而非被时间所束缚 因此 保持餐厅的愉悦氛围 让每一次聚餐都成为难忘的回忆 是餐厅装饰的重要原则 书房 作为思考与学习的殿堂 其环境的宁静与专注性至关重要 在此空间内 任何可能打断思维或分散注意力的因素 都应被排除在外 时钟的滴答声 虽微小却足以扰乱思绪 使人在学习过程中难以保持高度的集中 为了营造一个有利于深度思考 与高效工作的环境 书房内应避免悬挂时钟 让使用者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步调 来安排时间 实现思维的自由跳跃 与有序发展 至于客厅 作为家庭活动的中心区域 其装饰风格与布局 往往能体现主人的品位与生活态度 若想在客厅中设置时钟 以增强家庭成员的时间观念 其位置的选择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般来说 客厅的面积 装修风格 以及家具布置 都是决定时钟挂放位置的关键因素 对于面积适中的客厅 如25至40平方米 选择一款直径时钟 数字与盘面醒目的时钟 并依据房间的具体布局进行悬挂 既能起到提醒时间的作用 又不会显得突兀 或影响整体美观 同时 客厅时钟的挂放位置 还应考虑到家庭成员的活动习惯 与视线范围 以确保其既实用又美观 建议选用欧式现代简约风格的挂中面板 北极星系列挂中 便是此类风格的杰出代表 在选择挂中大小时 应依据客厅的实际空间进行考量 14寸挂中 因其适中尺寸 而广受欢迎 而12寸挂中 则与成人四指并拢的宽度相仿 若追求更显眼的装饰效果 建议选用12寸以上的款式 具体选择时 还需结合挂中将悬挂的位置 自行进行视觉效果的对比与评估 至于挂中的形状 设计多样 既有经典的传统方形与圆形 也不乏创新的三角形 及各式异形设计 为家居空间增添无限可能 在风水学的视角下 不同形状的挂中 被赋予了不同的五行属性 如圆形属金 方形属土 长方形则与木相应 多边形代表水 而三角形则蕴含火的元素 这些属性 与主人的运势息息相关 因此 在客厅中 更推荐悬挂木 图属性的挂中 以注意主人的运势 而水 火属性的挂中 则需谨慎选择 谈及品牌推荐 日本历生 那身品牌 无疑是钟表界的佼佼者 自1950年创立以来 凭借其精湛的工艺 精准的走实 以及独具匠心的设计 在全球钟表市场上 占据领先地位 引领着时尚与品质的双重潮流 深受全球消费者的喜爱与信赖 另一值得关注的品牌 是金工 SEICO 其历史可追溯至1881年 前身为福布计时店 后更名为金工寺 并于1924年 推出首款自由品牌手表 开启了辉煌篇章 1969年 金工更是创新性地 推出了世界上首款 纸针式十英手表 震撼业界 至今 金工仍以其卓越的技术 与不断创新的精神 在钟表领域持续发光发热 此外 中国本土品牌三霸王 QW 亦不容小觑 作为深圳市霸王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的旗舰产品 自1988年创立以来 始终专注于精密电子 钟表 即模具的研发与制造 产品远销全球 展现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 三霸王 以拥有世界一流的生产设备 与加工技术 为中国乃至世界钟表工业的发展 贡献了重要力量 该企业历经稳健发展 已蜕变为一座现代化企业的典范 其辉煌成就包括在2005年 荣获中国名牌制造企业称号 并于2007年 摘得深圳市政府颁发的 民营领军骨干企业殊荣 弹吉品牌渊源 它源自韩国凯瑟产业注册会社 旗下凯瑟品牌 作为国际知名的顶尖品牌 以其创新的设计理念 独特的外观造型 及精准的工艺制造 赢得了全球市场的广泛赞誉 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与地区 频繁亮相国际国内钟表展览 并屡获殊荣 彰显了其非凡实力与卓越品质 另提北吉星品牌 自1915年起 便引领国内时装行业潮流 成为业界的璀璨明星 深受顾客与市场青睐 而关于家居装饰中的挂中风水 特别是客厅挂中的摆放 亦有其讲究之处 1 客厅挂中的朝向 应避免直接朝向客厅内部 最佳位置是朝向门或阳台 以促进室内气流的循环 增添活力与生机 当室内无人时 挂中的摆动能带动空气流动 有助于净化空间氛围 2 避免正对门中 尽管挂中朝向门是极力的 但若直接悬挂在门正中央 则可能因中与中谐音而带来不及之感 因此 建议将挂中安置于门侧 既美观又避讳 3 沙发上方不宜悬挂 沙发作为休息放松之地 上方悬挂挂中 亦使人感到压抑与不安 影响精神状态与健康 此外 挂中的颜色 以红色 紫色等暖色调为佳 形状则以八角形等 寓意吉祥的样式为宜 有助于营造和谐 舒适的居家环境 4 风水考量 挂中的摆放 还需考虑整体家居风水布局 避免对门窗等关键位置 形成不良冲煞 若窗外存在不利气场 可在摆放化解物品的同时 适当调整挂中位置 以平衡室内风水 综上所述 挂中虽为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之物 但在家居环境中的摆放 却需谨慎考量 卧室 餐厅 及书房等 静谧或专注的空间 应保持其原有的宁静氛围 免受时间流逝的直观提醒 让心灵得以真正的休憩与放松 将上述内容 以更为专业且富有创意的笔触 重新构思 我们可以这样表述 构筑 构筑家庭的避风港 不仅需物理空间的庇护 更需心灵的深度滋养 与思想的静谧沉淀 唯有如此 我们方能全然沉浸于家的温馨怀抱 品味食物带来的味蕾盛宴 同时享受无拘无束的沉思时光 让心灵得以超脱于时间的桎梏 达到真正的宁静与满足 在此过程中 我们应铭记三不智慧 不盲目追求物质堆砌的奢华 不沉溺于世俗纷扰的浮躁 不忽视精神世界的培育与滋养 同时 巧妙地运用家居装饰艺术 如在事宜之处悬挂时中 不仅作为时间的守护者 更成为家庭温馨氛围的点睛之笔 寓意着珍惜每一刻相聚的宝贵 共同编织更加和谐 美好的家庭生活图景 菜根坛里写道 不择人小过 不发人阴思 不念旧恶 三者可以养德 也可以远害 做人要心胸宽广 坦率开放 对任何人都不记仇 是善待他人 也是善待自己 但生活中 总有人喜欢计较 喜欢明争暗斗 想办法把别人的东西 占为己有 如果你和他交往 只有他帮助他 不要指望他帮助你 两个人相处的时间越长 你的利益损失就越大 这样的人心胸狭窄 需要静而远之 心胸狭窄的人 这些特征很明显 需要警惕 最好是静而远之 擅长计算狭隘的人 都擅长计算 他们话不多 口风很紧 自己的信息拒绝透露 半分别人 信息 却到处打听 好好利用 从中获利 他们总是默默地坐在那里 其实是眼看六路 耳听八方 注意着别人的言行 心里悄悄地打破了主意 他们总是把自己伪装成一个道德正直的绅士 但实际上 他们想让你产生错觉 只有放松警惕 忽视预防 他们才能承虚而入 把你置于死地 俗话说 面对面 背后 与自己的利益无关 他们会假装不知道 忽视 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 他们会尽一切可能 赢得大利益 让别人赢得小利润 如果他们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他们绝对不会让步 他们必须为每一寸土地而战 不会让钱 只要他们能盈利 他们就会做任何损害道德的事情 他们完全无视道德法律 肆无忌惮地侵犯他人的权益 喜欢嫉妒 故事结束后 有孔明三气周瑜的故事 周瑜临死前叹了口气 既生鱼和生量 周瑜并非无知 而是心眼太小 容不下别人 结果伤害了自己 俗话说 一山不容二虎 两虎相争 必有一伤 聪明的人知道如何让步 他们愿意崇拜下风 无知的人才 一直在争夺第一名 结果导致 他们被敌人包围 生活非常尴尬 每个人都有缺点和优点 慷慨的人看到别人的优点 也会谦虚地向别人学习 让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心胸狭窄的人 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 极度别人的优点 因为长期极度别人 慢慢滋生仇恨 总是想偷偷 把别人拉下水 例如 在单位里 一个心胸狭窄的人 看不到别人比自己好 就会 他会秘密破坏他人的工作 制造混乱的局面 或者吸引一些愤怒的同事 与优秀的同事打交道 做一些看不见的事情 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做人要扬长必短 努力改变自己的缺点 让自己越来越优秀 而不是算计别人 让别人像自己一样懦弱 就像报复一样 你周围的人总是可以发现 几年前的古董 甚至细节 如果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证明他是一个爱救的人 值得我们联系 如果是发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那就是报复你 一直怀恨在心 小时候的一个朋友刘晓 可以说是从小玩到大 高中的时候和他一起去郊区玩 看到一个西瓜地 就忍不住偷偷摘了一个 分开吃了 结果第二天 种西瓜的人来找我 骂了我一顿 父母赔偿了几块钱 后来父母骂了我几天几夜 我一直不敢说话 后来我气不过了 就说实话 刘孝也参加了偷西瓜 你们为什么不找他 算账好了 就这样 刘孝和我老死不相往来 他觉得我坑害了他 现在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回想起来 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一个成长的故事 但是上次同学聚会的时候 刘晓也参加了 遇到我就说 你伤害我偷西瓜 我和你没完没了 我傻了 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他还在记仇 还在心里怀恨我 其实一巴掌拍不响 曾经的烂事 都是几个人的责任 不是谁的错 假如有人总是记得当一回事 一般都是心胸狭窄的人 他们的记忆估计都是 像不计这样的人不交往也算了 否则每个人都会生活在 过去的烂事中 真的很累 总要学会忘记给生活更多的自由 喜欢落井下石 心胸狭窄的人 往往因为自己的气量不够 看不到别人过得比自己好 也无法理解成人美的含义 特别是面对别人的尴尬 他们不会成为好心人 只会陷入困境 试图通过自己的手段 让对方不再翻身 这样的人往往同时具有极其自私的性格特征 他们知道自己不能走得更远 所以只能用肮脏的方法把别人脱下水 以保持利益的稳定 然而心胸狭窄的人不知道 如果他们能有更多的宽容 愿意成人的美 当别人取得更高的成就时 他们也能得到 对应的隐形红利 不幸的是 他们不能容忍别人的成功 擅长趋利避害 心胸狭窄的人 做很多事 说很多话 都是为了保全利益 争夺利益 农村有句老话 狗屎不多 也就是说 不管是什么 带回家总有一点好处 你知道 很多东西你带回家都是鸡肋 但也占据了一个地方 好像有些无用的垃圾 你带回家慢慢变质 散发出臭味 破坏了空气 身心也被污染了 比如没用的健身器材 有很厚的灰尘 真的没有起到实际作用 我住的小区里有个老人 每天都去捡废品 但是很少卖废品 为什么 由于废品价格总是在波动 他不得不等待废品价格上涨 直到他认为理想的价格 才开始出售 结果 废品总是废品 一文不值 导致他卖不出去 今年春节期间 很多人家里的烟花 留下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纸 他都打包回家堆在门口 因为下雨 地面潮湿 废纸变成了江湖状态 污水流回家 不知道这样的家怎么住 我们身边经常有这样的人 典型的趋利避害 一点利益都是自己占有的 不会分给别人 属于一毛不拔的人 这样的人真的不值得交往 你多交往 你的一些利益悄然消失 被对方占有 假如你要回来 那就立刻和你翻脸结仇 喜欢疑神疑鬼 心胸狭窄的人 往往会出现 想不开 看不透 放不下的情况 他的心本身就很小 但是有很多东西 喜欢胡思乱想 前天下午 我和同事老李去一个单位工作 小刘出发前 通知了办公室 小刘问 你们两个想去购物吗 我说我们只是去工作 大约两个小时后 就会回到单位 小刘说 如果你不按时回单位 不要怪我记得早退 我在前面说了一些丑话 我突然意识到 小刘是公报私仇 因为前几天 他的电脑突然黑了 请我帮他处理 我不同意 还有 上个月五日 他向我要销售报表 我没有及时给他 在单位里 同事之间 难免会有节日 如果导致互相争吵 互相猜疑 那么就没有办法开展工作 俗话说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人 如果你总是怀疑别人 那么你就不能容忍别人 如果你认为任何人都是坏人 你的眼睛里有沙子 心胸狭窄的眼睛 没有好人觉得 周围的人都在想办法伤害他 都有做坏事的嫌疑 心胸狭窄的人有这些特点 看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需要及时看清楚 为自己止损 以后多和心胸开阔的人交朋友 大家坦诚相待 互相帮助 日子越来越顺心 心软之人一生穷 为人处事 须得对这几件事心狠 在人生的长河中 温柔之心若缺乏界限 往往难以累积财富与成就 步入四五十岁的成熟阶段 我们更应身安处事之道 对特定情境 展现必要的坚决与狠心 方能不负韶华 智慧前行 首先 面对生存与竞争的挑战 心软不得 生存之本 在于自己自足 勤勉工作 以解温饱 然而 生活不止于温饱 更需为家人与未来筹化 此时 竞争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 我们不应因顾及人情而退缩 放弃争取自身权益的机会 在竞争中 展现坚韧与决心 不仅是对自我与家庭的负责 也是向外界宣告 你的能力与决心 领导 将赏识你的积极态度 视你为可造之才 这无疑为未来的职业发展铺就 坚实基石 再者 对于触碰底线之人 心软只会助长其嚣张气焰 善良 当如利剑出鞘 带有不可侵犯的锋芒 无原则的退让 只会让人误以为你的善良是软弱可欺 进而得寸进尺 肆意践踏 因此 面对那些挑战你底线的人 必须果断亮剑 以强硬姿态表明立场 你的善良有介 不容侵犯 唯有如此 方能赢得应有的尊重 避免成为他人任意拿捏的对象 总之 人生路上 心软须有度 狠心意有道 在生存竞争中不失坚韧 在底线守护上展现强硬 方能在这短暂而宝贵的人生旅途中 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你完全有能力重获那些本就属于你的宝贵之物 同时坚守内心的纯真与原则 接下来 让我们深入探讨几个关键方面 以更具说服力的方式阐述 三 对子女的教育需适度狠心 或许有人会质疑 为何要对亲生的孩子展现狠心 难道我们不应将孩子视为珍宝 细心呵护吗 诚然 关爱孩子是父母的天性 但过度的溺爱却如同无形的枷锁 束缚了孩子自由飞翔的翅膀 许多父母以爱之名 过度规划孩子的未来 却忽视了培养孩子独立面对风雨的能力 真正的爱 是学会放手 让孩子在探索与挑战中 茁壮成长 因此作为父母 我们应当适度狠心 鼓励孩子勇敢走出舒适区 去经历属于他们自己的风雨与彩虹 四 对奋斗中的自己务必心狠 在人生的征途上 我们不应对正在奋斗的自己心慈手软 相反 应当学会对自己严格要求 勇于面对挑战与困难 那些必须承受的艰辛 即使苦涩难艳 也要毅然吞下 那些必须踏上的征途 即便前路未知 也要勇往直前 人生虽无固定意义 但作为有情感 有智慧的生物 我们应当树立远大之下 不懈追求 为生命增添光彩 若想攀登更高峰 眺望更远的风景 就必须对自己狠一点 拒绝安逸 坚持到底 以坚强和勇敢的姿态 迎接每一个挑战 五 对不起愿之事 勇于狠心拒绝 在生活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 不愿承担 或不愿参与的事情 此时 若我们因顾及他人感受 而勉强自己 往往会让自己陷入 不必要的困境 因此 学会对不情愿知识 狠心拒绝 是保护自己 维护个人边界的重要能力 记住 你的时间和精力 都是宝贵的 不应浪费在 不值得的人或事上 当你勇敢地拒绝那些 让你感到不适的请求时 你会发现 自己的内心更加坚定 生活也因此变得 更加轻松和自在 总之 无论是面对子女教育 个人奋斗 还是日常生活 我们都需要学会适度狠心 这种狠心 并非冷酷无情 而是基于理智与爱的选择 它让我们在关键时刻 能够坚守原则 勇于担当 最终收获更加充实 和幸福的人生 你将会陷入 无尽的疲惫深渊 在毛母那部令人 啼笑皆非的作品中 一位曾默默无闻的主角 一夜之间 乐居畅销书作家之列 周遭尽是祝贺之声 然而 成名前的孤寂虽苦 成名后的困扰 却更为复杂 某日 一位久未联系的旧友 突然造访 他内心挣扎不已 拒绝显得不尽人情 恐损名声 接受则意味着 要面对 无话可说的尴尬时光 最终 出于礼貌与无奈 他选择了相见 会面中 对方热情洋溢 再三邀请至家中聚餐 作家虽内心抗拒 却难以推脱 只得勉强应允 餐桌上 两人间缺乏共鸣的话题 迫使作家不得不绞尽脑汁 寻找话题 以填补沉默的缝隙 这份努力远超创作一部小说的艰辛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为避免失礼 作家不得不提出回请 而选择合适的宴请地点 又成了新的难题 高档餐厅 恐被误解为炫耀 普通餐馆 又怕被看作吝啬 这一连串因难以启齿的拒绝 而引发的连锁反应 将作家拖入了繁琐 且尴尬的生活泥潭 这恰恰印证了毕书敏的智慧之言 拒绝 如同生存一般 是我们应有的权利 学会说 不 是通往心灵自由的钥匙 若一位迁就 牺牲自我以迎合他人 最终不仅可能徒劳无功 还可能招致误解与怨恨 狠心拒绝 实则是对自己的一份温柔与呵护 唯有如此 方能活得更加轻松惬意 因此 面对那些消耗你正能量的人与世 勇敢地设立界限 拒绝不必要的负担 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与爱护 在我们的生活中 是否遇到过这样一类人 他们似乎总能找到各种理由 将周遭的一切化为不满的源泉 从工作中的领导偏见 同事间的摩擦 到家中的老人健康 孩子教育 无疑不成为他们口中反复咀嚼的苦涩 他们眼中 世界仿佛不满了阴霾 自己是那最无辜的受害者 任何不顺都足以让他们哀声叹气 满腹牢骚 初时 我们或许还会尝试以理解和安慰回应 但久而久之 这份持续的负能量不仅未能缓解 反而如同沉重的包袱 压得人喘不过气 网络上有言 一语重地 负能量之人 足以悄然侵蚀周遭的阳光 他们习惯于倾诉痛苦 沉溺于不满的宣泄 却鲜少自省 更不愿为改变现状迈出一步 只知在自怜自意中徘徊 这样的情绪状态 不仅遮蔽了发现生活美好的双眼 更悄无声息地侵蚀着身心健康 科学研究已揭示 情绪与疾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超七成的人体会到 情绪对身体的负面影响 而长期沉浸于负能量中的人 罹患癌症的风险更是显著上升 面对这样的情境 我们虽不应畏惧 但却需警惕其潜在的危害 负能量的传播如同无形的病毒 悄然间侵蚀我们的意志 让生活的色彩逐渐黯淡 因此 当身边出现这样的朋友或情境时 适时地保持距离 或是选择性地屏蔽其负能量 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生活 本就是一场不断精简与选择的旅程 唯有勇于割舍那些不必要的负担 才能守护内心的宁静与生活的质量 记住 生命宝贵 精力有限 对于那些无法带来正面影响的人与世 勇敢地做出选择 狠心远离 方能让自己的日子更加舒心与充实 在人生的旅途中 学会珍惜那些真正值得的人和事 让生活因你的选择而更加美好 心术不正 一眼就知道身上有这些特点的人 心眼好不到哪里去 做人要有城府 也要有心机 这样才能保护自己 但不能因此而成为心术不正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 有很多人心术不正 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们往往不择手段 从不忌讳欺骗 欺骗和伤害他人 如果他们不加以识别和预防 他们很容易遭受巨大的损失 但是心术不正的人 其实并不难鉴别 甚至可以说心术不正 一眼就知道了 具体来说 心术不正的人往往有以下特点要远离 一心口不一 因凤扬远 心术不正的人 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往往不一样 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为了迷惑和欺骗人 的确 北宋时期 王安时掀起了一场法运动 遭到了保守人的强烈反对和批评 然而 有一位礼师中的大臣雪中送炭 写了一篇文章 称赞变法的各种好处 就像王安时的忠实支持者一样 然而 王安时从这篇文章中突然看到 这位礼师中是个心术不正 只想屈颜覆势的恶棍 并没有让他钻空子 应奉扬为是心术不正之人最大的特征 他们对人不真诚 他们展示的东西都是伪装的 他们都想欺骗别人 目的是获得个人利益 其他人是他眼中可以使用的工具 遇到这样的人 一定要远离他 不要交朋友 否则很容易被他伤害 以《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为例 可以说是阴凤扬为的心术 为了伤害情敌尤二姐 不正之人表面上对他很好 就像亲姐妹一样 但当他转过头时 他使用了阴毒的策略 让尤二姐在受苦后吞下黄金自杀 心口不一 阴凤扬为 事实上 这样的人并不难辨认 最常见的方法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看到人们的心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对方肯定会露出马脚 另一种最实用的方法 是看看他在利益面前的表现 是否与他通常的表现一致 因为这些人通常追求利益 面对利益 很难隐藏自己的心 忘记利益 无情 看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商人对他的邻居说 我们镇外有一个养鸡场 想转让 我听说养鸡场的老板是你的好朋友 如果你去买 你会得到最好的价格 我希望你以我的名义买 钱我可以 你可以先借给你 事情完成后 中间一定有很多好处费 你可以放心 邻居们很兴奋 想了想 他们同意了 事情真的很顺利 邻居以一半的价格买了养鸡场 商人收到消息后 高兴地赶了过来 二话没说就拿走了合同 却掩盖了好处费 邻居们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 他拉着商人说 别急着走啊 有件事我还没告诉你 商人停下来 想看看邻居有什么模式 结果邻居说 你看 虽然合同是你借给我的钱买的 但不是以你的名义 商人突然惊呆了 邻居的故事可能有点不友善 但处理无情的商人是准备好的 在现实生活中 心术不正的人往往 他们常常因为利益 而被称为兄弟 亲密无见 拍着胸脯说 会给你各种各样的好处 但也会因为利益而翻脸 无情而无信 当你遇到这样的人时 你必须小心 如果你不确定如何制服他 你应该尽量远离他 不要被对方的话迷惑 如果你被卖了 你可以帮助别人数钱 每个人都有一颗追求利润的心 在不伤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 使用一点小技巧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六个亲戚不承认 不择手段 那么这个人就不能放心交朋友了 尽早疏远 没有人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会为了利益牺牲朋友 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更不用说如果你们之间有利益冲突 他们会对你使用什么样的残忍手段了 因此 为了自己的利益 也为了自己和家庭的稳定 像他们这样的人 不能有太深的接触 以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三 极度诚信 看不出你好 在这个世界上 要说最丑的事 就是人性 虽然有些人表面上对你嘘寒问暖 但他们非常关心你 事实上 这种人非常成功 害怕你比他过得更好 他每天都关注你 不是关心你 而是及时了解你的动态 当你过得不好的时候 他比任何人都快乐 反过来 他假装安慰你 当你过得好的时候 他恨得牙痒痒 但他的脸没有表现出来 这些看不见你好的人 往往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 也许是多年来相处得很好的老同学 也许是来来往往多年的亲戚 这个人 不要高估你在别人心中的地位 这类看不见别人过得好的人 典型的心术不正 与其极度别人 不如思考如何提高自己 遇到这种心术不正的人 要早点远离 以免让自己受到更大的伤害 四 找人背黑锅在生活中 我们经常听到 背黑锅这个词 黑锅不是背锅 而是指别人的过错 由你承担 背黑锅这个词有来源 在古代 一个小偷去一个家庭偷东西 出乎意料的是 这个家庭太穷了 小偷几乎把家翻过来 但他还是什么也没翻过来 小偷不愿意来这里 他不能白白扑空 然后他看到一个锅 就把它拿走了 小偷没想到的是 小偷偷偷的不是锅 而是锅底的黑壳 所以有一句话叫背黑锅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找人背锅 说自己是无辜的人 这种人表面上甜言蜜语 比唱歌好 但当你真的有交集的时候 当他做错事时 他会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你 相反 他变得无所事事 遇到这种扔锅给别人的人 不要心软 该反击就反击 如果你一味软弱 只会让人觉得你是软柿子 五砖接人的短处老话常说 金无足斥 人无完人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 连珍贵的黄金都不能提炼到嘴唇上 更别说普通人了 做人要懂得分寸 该说什么 不该说什么 如果不考虑对方的感受 当面揭开别人的缺点 只会深深伤害别人 当你说别人的话时 你没有意识到 别人善意地提醒你 你不这么认为 哦 我不是真诚的 我只是随便说了一句话 不管是有心还是无心 说出来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 一惊 不回来 这个人啊 最怕受伤 狗急了还跳墙 别说别人了 一旦你让对方脸色消失 他就会怀恨在心 假如有一天你有困难 即使对方可以帮助你 也会袖手旁观 甚至给你致命一击 做人做事不肯吃亏 斤斤计较 做人不要太在意一些不重要的小事 要有海纳百川的气度 要有容人之心 要有宽广的胸怀 要有大格局 经常关心那些小事 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空间里 只会让你看不到广阔的天空 一切都是有舍才有得的 有时候吃一点亏就是为了以后有更大的收获 所以不要和那些拒绝吃亏 斤斤计较的人有太深的友谊 以免长时间的交往 你的思想被他们污染 让你的人生道路 更艰难的人生道路并不平静 如果你不想有更多的风暴 你应该在交朋友时更加注意他们的性格 好的性格会给你的生活增添动力 而那些为了利益不择手段 小肚鸡肠 不负责任 虚伪 谎言等等的人 与他们有着过深的友谊 只会让你的人生道路多灾多难 所以 愿我们以后的生活远离性格不好的人 遇到更多的美好 感谢观看